另外花林县职能治疗师工会 常年致力于关怀长者 以及延缓失能的工作 而今年也承接起了 花林县卫生局 整合性预防以及延缓失能计划 除了是设计出一套 适合影法族的主题性活动 也开发了随息型的健康促进教具 希望透过12周的课程 来改善长者的生活习惯 社区长辈们在指导员的因领下 活动肌肉伸展筋骨 其中更安排了趣味游戏 让所有人都沉浸在课程当中 花林县职能治疗师工会 常年致力于关怀长者 及延缓失能的工作 而今年也承接起 花林县卫生局 整合性预防及延缓失能 新方案研发计划 除了设计出一套 适合影法族的主题性活动 也开发随心型的健康促进教具 我们想要整进长辈的认知功能 所以我们利用就是 长辈他们可能在家里 或跟孙子有一些的互动 所以也挑选了一些 比如说像七桥板 或是小人物喋喋乐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具 去增加他们 就是子孙之间的感情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案 十二周的活动方案 去促进长者他们对于 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认知 了解自己还有什么样的面向 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长辈们拿起积木小心翼翼的向上堆叠 这看是简单的动作 但其实考验着肌肉控制 与手眼协调 不仅让长辈们从此起童年记忆 也带给他们无数的欢笑声 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没有上课之前 这些好像比较陌生 现在上了这些课以后 就正在很多的尝试和知识 脑袋比较灵活 动作也比较灵活 而且有增加我们老人家的活力 很刺激很愉快 而且给我们回到年轻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感觉很幸福 很快乐 根据花莲县政府统计资料显示 花莲县老年人口已经超过6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9% 高于全国平均值17.48% 国内目前来讲 我们的寿命越来越增加 但是我们健康余病 跟我们的平均寿命来讲 那既然平均差到8岁多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 他在过去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有8年的时间 是过着不健康的生活 甚至常常是躺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那所以我们努力的目标 是希望让我们的所有长者 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在我们的世上的每一天 计划当中 花莲县职能治疗师工会 也透过前后车对比 针对长者认知 记忆力 行动能力 以及营养等等 进行观察 让长者们 对于不管是自己的自信 或是生活品质 以及对居住环境的危险认知 都能有所增进 养成习惯远离危险 健康平稳的迈向未来 记者许立琴 花莲县士报导